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鲜茜茜》 我的名字叫王 raining 我来自马来西亚 我看不到这个系列的时候是画了一些关于 我自己对我的社会那一种看法 如果要解释社会应该是要从人开始 我们很喜欢剪子 其实我们马来西亚完全是很传统的 法人都已经上新年的时候一定会放一点剪子 结婚的时候上一点剪子 所以我觉得剪子是一种的朋友 比较上他也是一种好像反映一些他们对那个时候的一些表达 所以也可以称托在我的概念上 所以我就开始一直在做一些关于剪子的东西 我很想给人家去慢慢去发现那张画 所以我这一批画都是在这二十多天里面我去领悟到的东西 我看的东西 我去明白的东西 我们台湾这里都是把很多东西都把它拼起来都很恶作 一专一瓦这样被它拼起来 所以我就把我的每一天的生活的故事都把它拼起来 就变成一张大画 这里也发现一个很特别的东西是公园 我们这里有很多公园 有八个系列的东西都变成一个小公园 城市里的一个公园 所以公园里面一层一层的东西发现 每一天的生活就好像一个拼起来 那个麻塞的一层一层 一叠一叠的这样去呈现 我在马来西亚已经这样多年 我对华人的文化不大熟悉 为我国家人有其他文化有其他种族 所以当我第一天来到这里 第一个生息之后我就觉得 我真的好像很完整的一个华人 因为我每天看的都是一堆的中文字 讲的也是中文 所以我在马来西亚根本没有这样的经验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 给我多点了解我自己的文化 而且也可以尝试去认识其他人的文化 我希望我还会继续的在发挥我的创作 可以把我们马来西亚的文化跟思想 都可以带去外国去更多一点的其他的国家交流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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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套可以参与多点活动跟计划 还可以发挥他自己的一些创作 一些能感 因为如果是这样的在同一个地方 我觉得会比较有一点乐趣 而且我来到这里我觉得很轻松 而且我反而可以想更多的东西 更多idea 看多点 学多点 是艺术家应该要做的 是一个重要的东西